04年 05年都呆了两年就把自己搞三倍了 就没法练了 选择退役吧 09年之前我没想过自己能比到200% 跟他遇到之后 能感觉到了 确实我的潜力还这么大 CVMC 去止 Hajar 10年4年 pack 凶时快 ik 有什麽 agora 维世 我见三年来关注 年轻人好冲 一看遍的都是二以上EP冠军 世界冠军 你这啥也不是 2014年 05年都呆了两年去把自己搞忏悔了 膝盖 肩 腰 全是伤了 老了医生伤病 没法练了 只能回地方了 每天都冰冰冰冰的 在队里也是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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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了将近两三年 2008年底的时候 选择退役 也没什么目标 也没追求 就这样 留在队里当个教练 得了 后来就跟领导谈 说 你这样吧 在2009年不正好全运会 你再为天津做份贡献 正好我们领导跟女子的关系特别好 把你送到他手里给他练练 二月份 到福建 到福建 跟着遇到 我一去 我的体重才71公斤了 太瘦了 太瘦了 说了好几个 太瘦了 太瘦了 长体重 首先第一点 打气息是长体重 改变级别 慢慢一步一步 就是这样 跟着遇到 就起来 训练上 他说我师父是的 就跟父子关系的 对他们呢 我该严格的时候 严厉的时候 那是绝对丝毫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但是该关心的东西 他们要关心 让他们也感觉非常的温暖 他们信任我 我也信任他们 这样才能达到在训练过程当中 或在比赛当中 你才能产生出火花来的这种感觉 在奥运村的时候 因为我离比赛还有十多天 他住在外面 他住在外面 他进不了村 他哪会坐地铁 在国外坐地铁 又是煲汤 拿着一个人 真的说来回将近十多天 每天都这样 中午过十二两个送完汤 送完汤之后 下午四点钟训练 自己在楼底下等三个小时 后来我赶紧拿走 不能打扰你们休息 我在楼底下等你们 我说 你一个人住着 没事 我住着 住着 虽然是眼里寒得累 心里确实挺难受的 好 这个门 中国力量 五环 全家福 胡老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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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楼底 坚持下去 下一站东京 我是吕小军 来自中国举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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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下 diverse